身边人都重生后 我成了团宠男主 我觉得他们最近变得好奇怪 一向对我爱搭不理的姐姐 突然提出要送我去上学 爸爸妈妈说要买别墅 还要寄到我的名下 更恐怖的是 是我为洪水猛兽的未婚妻 突然向我表白 说她喜欢我 还要和我交往 要嫁给我 我 天已经黑了 我站在偌大的别墅外面 别墅里的光很亮 隐约能看到窗户上 透出来的剪影 那是许家爸爸妈妈 许白威和许阳 他们是幸福的一家四口 而我是格格不入的外来者 事情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三年前 我的养父母病故 死之前说我是他们偷换的孩子 为了自己的儿子 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他们把自己的孩子 和一个富商的孩子换了 但是十几年过去 他们真的后悔了 觉得很对不起我 希望我能在他们死后 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这样以后 也有人能照顾我 我的亲生父母 是离城许家的人 而那个占据了我十几年人生的 才是养父母的亲生儿子 我那时候才初三 正好处于对什么事 都将懂未懂的阶段 为了生活坠坠不安地找上门 说我才是许家的儿子 可抱错孩子这种事 对许家来说 好像不是什么大事 他们养了许阳十几年 当亲子鉴定结果显示 我才是许家的儿子时 他们甚至连一点演播 都没有给我 我曾经以为 他们应该也是爱我的 只是不知道 我才是他们的儿子 可是我那血缘上的父亲说 就算小杨不是我们的孩子 但我们也细心培养 教导了十几年 以前怎么样 以后也怎么样 母亲说 是啊 小杨 你是哥哥 要让着弟弟 以前的都过去了 以后我们一家人 好好生活 而我那名义上的姐姐 更是直接摔门离去 连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 第一年来这里时 我怀揣着一个孩子 对亲生父母 最大的渴望和期待 我以为我们之间 就算失去这么多年的时光 他们也能爱我 能多注意我一点 把关心也分给我一些 可却每次都被他们 扎得遍体鳞伤 以前我觉得许阳 抢了我的人生 还抢了我的父母和姐姐 我恨他 现在嘛 也不是做心理建设 害怕再看到他们一家 其乐融融的景象 习惯使然 总不自觉 会在这多停留一下 进屋时 他们已经吃完了饭 保姆正在收拾桌子 看到我进来 他惊了一下 一脸歉意地说 对不起少爷 我忘了给你准备晚饭了 以前都是准备四个人的份 真的不好意思 我马上去做 以前都是做四个人的份 所以三年了 他还没习惯做五个人的饭 或许是我不经常回来 但今天是许母打电话 叫我回来的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许妈妈皱了皱眉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不知道看看时间嘛 我握紧拳头 低着头不想跟他纠缠 可这浮薇薇诺诺的样子 似乎取悦了他 他不再盯着我看 而我 我怕看到他眼里的厌恶和不耐烦 虽然这几年早已练就一身钢筋铁骨 但也不免失落 果然下一秒 他就说 陈姨你回去休息吧 他自己的问题 不知道早点回来 要吃就自己去煮 他说完就去跟夸许阳 我们小羊真厉害 这次考试又考了年纪前五十 这次想要什么奖励 妈妈都满足你 许阳眼睛大亮 妈你都这么说来 那我可不客气了 我要劳斯来斯新出的那台跑车 那车你知道吧 全球只有六辆 七千多万 太拉风了 我真的好想要 许母笑得见眉不见眼 好好好 给你买许爸爸也在旁边附和 除了车还想要什么 许阳更开心的 暗地里看了我一眼 眼里都是挑衅和嘲讽 像是在说 看吧 就算你是轻生的又怎么样 不是你的 你怎么抢都没用 爸 我这马上十八了 要不你送我个大典呢 我想要个小岛 以后开私人聚会 也方便些 许爸爸没有一丝犹豫 好 我明天就找人去看 到时候你也去看一下 喜欢哪个 给你买哪个 许白威在旁边笑着 没说什么 但看许阳的眼神 温柔地能滴出水来 我努力忽视掉 心里涌出的酸楚 回了房间 我的房间在一楼 一个之前用来装杂物的小屋子 连窗户都没有 二楼的空房子 一个装着许阳的钢琴和架子骨 一个装着他的各种衣服和鞋子 还有一间装满了他的游戏机 和一些要用的东西 我躲在狭小的房间 空气都压抑得令我窒息 在我发愣的时候 那种酸涩的感觉涌上来 压都压不住 没想到到了现在 还是会被他们刺伤 我拿出试卷刷题 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 文渊 没事的 就当他们都死了吧 你本来就是孤儿 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感恩这两个陌生人吧 起码他们给你提供了住所 至于为什么我的名字没有改过来 那当然是许家父母 怕他们儿子受委屈 所以连户口都不愿意给我上 他们怕养子受委屈 但是不怕我这个亲生儿子受委屈 你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母 开始我还会因为他们的态度感到难过 可三年了 他们对我越来越冷淡 越来越不耐烦 我早就习惯了 我深吸口气 去厕所洗了个脸 路过客厅时 他们还在考虑 许阳的18岁生日宴 该邀请什么人 在什么地方 怎么装饰 他们没有想过 我跟许阳既然能被换 本身生日就不差几天 甚至许阳比我还要大一天 却在我的生日时为他扮成人礼 我默默回了房间 拿出我的孤儿日记 我从进许家的第一天就开始写 一天不落 我觉得其实我还挺叛逆的 因为我瞒了他们很多事情 我写下今日对自己说的话 文渊 祝你未来一帆风顺 前途似景 这世上总会有人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爱着你 顺便今天问一问自己 卷子写了吗 单词背了吗 公事都记牢了吗 我把日记锁进抽屉 疯狂写了三张卷子 又看了国内外的社会新闻 背了一段英语之后才睡觉 第二天大早 他们还没起床 我已经背着书包出门了 出门时看到许白威 拿着手机蹲在路边 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背身从另一个方向 绕了点路去学校 在许家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人 就是许白威 他从来不说什么 但是眼神比说点什么 还要令人窒息 他总是拿打量又不懈的眼神看我 就好像我是贪图许家的钱 才找回来的一样 可我回到许家三年 衣服是路边自己花钱买的 适合都是在学校 一个月几百的生活费 也是我自己交的 在家吃的饭 加起来不超过三十次 寒暑假几乎都在外边打工 那三十顿饭的饭钱 还有住宿费 我算好了每一笔账 等离开这里 就还给他们 两清之后 也不用再联系了 这三年每年都会有补助款 达到我的卡上 你问我什么补助 当然是政府补助 给我这个孤儿的钱了 还有学校的各种奖学金 补助金 可以说能给的一切 学校都给我了 多亏他们没把我的户口签回来 所以没过多久 那笔补助就达到了我的卡里 三年前到现在 每一笔都被我攒着 再加上我平时勤工俭学 去给别人补课 发传单 还有学校的奖学金 和各种补助 甚至是参加竞赛的奖金 零零总总加起来 其实已经攒了一笔不小的数目 许家父母不知道 我的那笔钱很正常 他们从来不关心我 学校把我当孤儿对待 再加上我成绩好 自然是能给的钱 全都给我安排上了 虽然许阳跟我一个年级 但我们毕竟不同校 他不知道我的成绩也很正常 那笔钱出国不太现实 但离开这里已经足够 之所以没走 是因为我平时其实几乎不回来 跟他们没什么交集 我住校 周末能在学校就尽量在学校 只有他们打电话给我 我推脱不了的时候才会回来 就像今天 许妈妈给我打电话 所以我才回来的 我还以为什么事 原来是炫耀许阳考了年级前50 可她不知道的是 最近国外TOP的一所学校联系了我 他们知道我的情况 愿意让我全额奖学金入学 学费全免 住宿费也不用交 我只需要负责生活开箱那部分就行 知道这件事的只有班主任和校领导 但是他们都深知我是个孤儿 没有可以联系的人 所以这件事全权交给我自己做主 班主任劝我去 校长也劝我去 我想了想 也决定去 但校长希望我参加今年的高考 他们指着我考个省状元 往招生简介上一贴 简直就是活招牌 而且省状元将会得到一笔丰厚奖励 和各家企业的橄榄枝以及资助 我很需要那笔钱 再加上学校对我很不错 所以我欣然同意了 因为我已经提前录取 所以科目学不学都无所谓 上课大多数都是走个形式 老师讲题遇到不会的题目时 甚至会让我来讲 同学们都说我这人生像是开了挂 我也觉得我开挂了 如果没有那糟心的绅士就更好了 如果知道亲生父母是这种人 我当初绝对不会回来 我用事实向每一个人证明 没有他们 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最近我接了个家教的工作 是校长介绍的 他知道我穷 向来都很照顾我 这次更是拍着我的肩语重心长地说 文员啊 把握好 他们家不差钱 只要成绩提升 会给你包个大红包的 他手比了比 意思是真的会很大 我朝他到了线 走出学校按照他发我的定位 进了一个高档小区 刚走到小区门口 却看到许白威正站在不远处 一双眼睛冷冷地看着我 放佛我在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虽然有时还是会被他们的态度刺伤 但我早就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了 保安不认识我不肯放我进去 我打来的电话 说了几句后 把手机递给保安 那头跟他说了什么 他就放我进去了 我按照地址找到要补课的人家 敲响了门 来开门的是个皮肤很白 长相名艳大气的女生 她外貌出众 长得也很高挑 你好 我是来补课的老师 进来吧 原来他就是要补课的人 名叫宋莫 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卷子 想先摸个底 而宋莫已经拿出手机 打开了王者荣耀 我 我等了十来分钟看他打完了一局 才重新把卷子递到他面前 宋莫不耐烦地推开我的手 你在这坐一下午就有钱拿 多轻松 管我干什么 好像是这样 但这钱拿着不安心 更何况我还等着拿校长说的大红包呢 所以我不死心 眼看他又开了一局 拿着个理性一路偷塔 偷到飞起 带着刘善走哪拆哪 没几分钟又结束了一局 看他还是不搭理我 于是我也掏出手机递到他面前 加我好友 一起打 宋莫看了我一眼 吃笑一声 加了 你要是能带我飞 我今天就放过你 你要是带不飞我 就给我老老实实写卷子 宋莫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 冷笑一声 点头同意 他觉得在垃圾的人 躺总躺得明白 但当他看到我的倔强 青铜2的段位时 沉默了 我这人不玩游戏 这个段位还是班里的同学 硬拉我打的 所以不至于现在要去做新手任务 但是几个赛季过去 我领了一堆回归礼 然后继承了我 绝强青铜2的光荣段位 宋莫看了看我的主页 真心实意的说 你真下饭我点头 保送的人哪有时间打游戏 这不保送成功 马上就来打了吗 他表情扭曲了下 于是他这个百姓王者 带着我这个绝强青铜 开始打游戏 段位差距太大 只能打打匹配 他带着我六分钟一局 六道飞起 我好奇地问他 这么厉害 怎么没去打电竞 去做过一段时间的清训声 被刷下来了 他倒是毫不避讳 一点不觉得丢人 于是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 我以前去参加竞赛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把把第一 也不知道被刷下来 是什么感觉 哎 你能告诉我吗 其实真想亲身体验一下 可惜了 实力不允许他表情又扭曲了下 宋墨贤匹配没意思 于是拿我的手机给我打牌位 把把超神 无限带队友躺 我拿他的手机把把超鬼 被人举报到封号 毕竟拿着百姓的账号 我连路都不会走 一卡一卡的 人都到线上了 我才出高地 他们觉得我演他们 整局都是对我父母的问候 我觉得他们说的对极了 我确实马没了 对方似乎是个大主播 异常举报 直接封了我三千六百多天 哦不对 是封了宋墨三千六百多天 整整十年 我心虚地替他关了游戏 怕他心脏不好 没几个小时 我的账号神奇地到了星药 他边打边骂人 嘴皮子利索的 我已经想好他今晚要把我买拿了 终于 宋墨打累了 外边天都黑了 我的账号已经上了王者 我拉了一下战绩 没有一把书的 据说赢得越多 隐藏分越高越难打 宋墨是真的厉害 宋墨说要看看自己的账号 看我给他活活成啥样了 看完后 他沉默了 骂了句是粉 我提醒他 是是的 他红着眼 闭嘴到底是因为我他的账号 才被封了 我觉得有些对不起他 大不了我把我的账号赔给你宋墨 我安慰他 没了游戏 你可以走上另一个顶峰了 你知道吗 宋墨咬牙 你再多说一句话 我把你从二楼扔下去 我闭嘴了 看把人姑娘都快气哭了 说来也怪我 要不是我太菜 我也不至于害他封号十年 这到底是什么人间疾苦 哎 叹了口气 我走出房间 宋爸爸 宋妈妈都回来了 我无力地说 我把宋墨气哭了 对不起宋妈妈扑上来 真哭了 怎么不像生气 反而很惊奇 不确定 再看看 于是我点头 宋妈妈当即端了盘瓜子 推开宋墨的门 大啦啦的道 宰宰听说你哭了 妈来为官 你别管妈 继续哭我 宋墨咬牙切齿的声音 从屋里传来 闻冤 像要把我吃了 宋爸爸问我 怎么了 怎么回事 我人麻了 说 我害他游戏账号 封了十年 宋爸爸没忍住笑出了声 吩咐礼仪 去买穿鞭炮来 挂门口放 我 这家子都不太正常 有点亲情 但不多 宋爸爸不仅要放鞭炮 还当即拿出手机 给我转账一万块钱 似乎觉得他闺女账号被封 是天大的喜事 我颤抖地收了钱 腰杆子都挺遮一点 宋叔 那我明天再来 嗯 挺晚了 让司机送你回学校吧 这边打不到车 我出了门 李懿鞭炮都挂上了 真的要放 坐了宋家的车 因为这里离学校 确实不算近 路上司机跟我说 宋墨从来没被人 弃成那样过 他太沉迷游戏了 他爸妈都拿他没辙 以前请的家教老师 一个两个都被他气跑了 也有陪他打游戏 想拉近关系的 但宋墨嫌他们太菜 张口下饭 闭口菜鸡 给人气走了 没想到我来第一天 就送了他封好十年大礼包 给这俩开心坏了 我 第二天在见到宋墨时 小姑娘已经恢复了精神 像是从打击中清醒过来 一问之下 我人麻了 听说过角途三哭 没听说过玩个游戏 还要被他十个八个账号的 突然觉得 昨天晚上收的那一万块钱 现在贴着我的身体 有点烫腰子 我试探地问 要不你再给我上上分 我玩一玩你的账号 他发出清脆的一个字 滚 我又拿出卷子 要求他写 昨天给他的他 硬是一个字没动 竟打游戏去了 今天也一样 小姑娘已经打开了游戏 我就在旁边看着他玩 他这局玩的李白 我跟他说 李白 唐朝诗人 好清廉居士 诗仙 他一生很多著作 要背的诗也有很多 我开始一手一手地背 背了一遍又一遍 他还开着麦 整个队伍的人都听麻了 尚丹说 老子这辈子从来没这么无语过 中丹说 我妈说我打游戏还不忘学习 夸我真是个小机灵鬼 下路说 单走一个六 辅助说 打野你能闭麦吗 你吵得我开始心慌了 下一局 他玩的赵云 我守到秦来 又开始给他诉说赵云的英雄诗迹 免得他整天只知道个我乃常山赵子龙 宋默在跟我赌气 他玩了的不知火舞 一把扇子甩到飞起 闪现踢人 能一打五 讲真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 但是没关系 不影响 我开始利用游戏地图给他讲数学 他脸都扭曲了 游戏还没结束 他扔了手机 你真的好烦 我谦虚地说 哪里哪里 你不做卷子 我也没办法 只能逮着机会 就给你科普 他认命了 烦躁地拿过卷子做了起来 他看一眼题目 就能得出答案 我看了眼 他写的答案 差点窒息 他是怎么做到 六十分的选择 提的零分的 我越看越上火 火气上来了 简直控制不住 我这暴脾气上来 根本顾不上 他是不是女生 选择和填控八十分 你得了个零分 我他们在桌上撒把米 鸡都比你做得好 拉条狗过来 狗都比你舔得准 你就是蒙你 也不至于蒙个零分吧 宋默被我骂得 脸颊通红 他打游戏习惯开卖 他的队友听到后 连话都不敢说了 他倔强地说 这不是运气不好吗 运气 我鸡叫出声 谁做题讲运气的 打游戏 赵云有几颗牙 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别人晚零点一秒 交技能 你能骂到人必卖 把你拉火葬场烧了 还剩下你的嘴死硬 天塌下来 还有你的嘴顶着 宋默估计没想到 我凶起来这么暴躁 呆愣了一会后 游戏都结束了 那几个好友 纷纷把他拉黑 怕我连他们一起骂 但是宋默要是这么好管 也不至于让宋叔叔 宋阿姨这么头疼了 他惊讶了一会儿 又恢复了面无表情 新开了一局游戏 受不了你就走呗 我没求你留下来喝 为了那的大红包 我能走 耽误我干什么都行 赚钱不行 他想让我走 我偏不 就在我还在想 怎么给宋默做思想工作时 许妈妈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我挂断电话 他又打 一连打了好几个 我才烦躁地接起来 文渊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 以为傍上富婆 就敢不接我电话了 今天晚上十一点之前 给我滚回来 他说完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就挂断了电话 许母声音太大 连宋默都察觉异常朝我看了过来 我没理他 收拾东西正要离开 他却叫住了我 宋默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需要帮忙吗 哟 心地还可以吗 也不是无药可救 我摇头 叹气 你不会明白 你拥有的生活 别人就算努力一辈子 也许都比不上说完就走了 下楼后看到他一动不动的身影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同情我吧 不然我怎么到的绑架你 回了许家 一家子都坐在客厅 保姆已经回去了 看样子是专门等我 我进门后 许妈妈就脸色难看得大声呵斥 文渊 你给我跪下 我看了他一眼 从他面前走过 不知道他又发哪门子疯 真把我当帮富婆的了 他从来没被人这么搏过面子 立马绷不住了 文渊 你翅膀硬了是吗 连你妈的话都不听了 她气红了眼 上来就要打我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不好好学习 去干些见不得人的事 今天不好好收拾你 我就不是你妈 许父 许阳和许白威 都坐在沙发上冷眼看着 动都没动一下 在许母巴掌落下来时 我才拽住她的手 一把将她甩在地上 许白威一个剑步冲过来 一巴掌扇到我脸上 眼神无比冰冷 我耳朵嗡地想 整张连火辣辣的痛 没有多伤心 但这巴掌打得我生理眼泪 都快出来了 她指定是断掌 许父大声骂我 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自甘下贱的东西 还敢跟你妈动手 今天打死你 也是你活该 许阳也不装了 靠在沙发上阴阳怪气 哥 你真的伤透爸妈的心了 但凡你有你弟弟 一丁点懂事 我们也不至于 操这么多心 你不学无术就算了 现在还陪老女人 文元 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们全都指责我 放佛我做了什么 不可饶恕的错事 可他们凭什么指责我 我怒从心起 再怎么生气 我都从来不对女人动手 可这一家子的虚伪 真的恶心透我了 站起身毫不犹豫 狠狠一巴掌抽回去 许白威被我扇得一个亮掐 不敢置信地看向我 眼神带着迷茫 懂事 我还要怎么懂事 我控制不住地怒道 你们一家子 真是恶心透我了 养不熟的白眼狼 你们养我什么了 学费是学校给我免的 生活费是我自己交的 衣服是我自己买的 你们养我什么了 我红着眼睛 冲他们咆哮 从我进许家起 你们一家子 就对我没个好脸色 我吃饭迟到就是自找 你们迟到就让人等着 狗都没你们双标 我真是从没见过 你们这家子这么恶心的人 你们从没给过我什么 现在摆一副父母的样子 做秀给谁看 怕我丢许家的脸 谁知道我是许家的儿子 我丢脸也丢不到你们头上 我在他们眼里 向来逆来顺受 这激烈的反抗 让所有人都震惊 在那半天没回过神来 还是许母反应最快 哭着说 没想到你是这么看妈妈的 妈妈只是希望你好好的 我冷笑 心底的怒气再也压制不住 别装了行吗 你以为你是我妈 我问你 我回来三年 你给我打过一个 关心我的电话吗 你知道我在哪个班 班主任姓慎 名谁电话多少吗 你知道我成绩怎么样吗 如果你觉得 你的冷眼旁观和厌恶 是对我的关心 我真的会吐 我又看向许白威 看她发青的脸色 毫不客气地大声指责 这个家最恶心的就是你了 我回来第一天起 你就觉得我是奔着许家的钱来的 那你算过许家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吗 要我算给你听吗 我的所有开销都是自己掏钱 许家为我花的钱 三年加起来不超过三千块 养条狗都不止这些 我一个个对过去 看着许父隐隐发白的面旁 也毫不留情 还有你 摆什么大家长的架子 给养子扮成人礼 亲生儿子 却连一件最普通的衣服都没买过 现在凭什么来管我 当看向许阳时 我还没出生 他已经先生制人 文渊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爸妈也是关心你 你把他们的关心当成什么了 我冷笑一声 这关心 给狗狗都不要 你占据我十几年的人生 一个彻头彻尾的受益者 有什么资格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你们这一家子 就应该锁死 没心思陪这家子 也母慈子孝家庭和谐的戏码 我打开书包 拿出三千块钱放到桌上 这些钱还了 我跟许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许家的钱我没兴趣 告诉你们一生 是告诉你们 别总怕被人惦记 在你们家吃的饭 我每一餐都记着 三年加起来不到三十顿 至于住 我几乎很少回来 三千块钱怎么都够了 不顾他们难看的脸色 我放下后 就回房间收拾东西 屋子里本来东西就不多 我的东西大多都在学校 所以只装了书就走了 许妈妈还在大声哭 红着眼看我 满脸委屈 许爸爸却盯着那三千块钱 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似乎是没想到 我这几年花的钱 还不够许阳身上 随随便便的一件衣服 许阳不知道怎么办 整个人有些手足无措 只有许白威 像是还没反应过来 被我打了 我拉开门 没注意有人来了 便感觉有人一头撞了上来 下一秒 我被嫌恶的一把推开 原来是我那订婚的未婚妻 秦千雪 当初两家订婚时 订的是许家的儿子 许阳就算养了这么多年 到底不是许家亲生 所以我一来 整的两家都很尴尬 但好在许家父母 没给我上户口 所以他们都默认 要要娶秦千雪的人 是许阳 秦千雪闲恶地看着我 我冷漠地看着她 看垃圾一样的眼神 和眼里的厌恶毫不掩饰 滚开她正在那里 意识之间没反应过来 我会那么讨厌她 我从旁边绕过大步 离开许家 今天走后 再也不会回来 第二天 我坐在教室里看书 脸上还带着清晰的巴掌印 老师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用不用帮忙 我婉拒了她 同学们也都关心地看着我 高中生的担忧很简单 又很直白 他们买了好多零食来安慰我 你看 我其实不缺爱 我吃着零食 同桌拿着个鸡蛋 要给我敷脸 我嘴上说着滚犊子 你恶不恶心 心里却很高兴 我像个皇帝一样享受 不知道多开心 但我还是拒绝敷脸 并把鸡蛋吃了 这个巴掌印 我留着还有用 门卫突然打电话给班主任 说我爸来找我了 让我去门口一趟 班主任说是骗子 让轰走 全校谁不知道 第一名是个孤儿 这突然钻出来的爸爸 据说还穿得人母狗样 谁姓 但是他坚持不懈地 打了好多电话 班主任也没辙 让我去一趟 我出去时 看到许爸爸和许白威 站在学校门口 一直往里看 当看到我时 两人眼睛都亮了 我站在学校里边不出去 隔着栅栏问他 有事吗 许爸爸有些焦急 小渊 你出来说 我们聊聊好吗 我皱眉 没什么事的话 我回去上课了 闻渊许白威叫住了我 他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看样子昨天晚上没睡好 对不起小渊 是姐姐没有查清真相 对不起 你打我骂我都行 求求你 回去住吧 以后姐姐天天送你上学 不远的 我打断他 既然没事 那我走了回去 继续看他们一家四口恩恩爱爱 还是看他们继续找我查 我说完还跟保安打了招呼 叔叔 这两人要是再来的话 不用给班主任打电话了 您知道的 我是孤儿 他们估计是想带我去缅北 嘎我腰子把保安大叔文言 立马警惕起来 我毕竟是学校的第一名 心肝宝贝 孤儿的身份全校皆知 所以他没怀疑我的话 许富被我的话刺激得红了眼 许白威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下午照就去给宋墨补课 宋墨打开门一脸烦躁 视线扫到我脸上的巴掌印石凝固了 沉默许久一句话没说 他今天很乖 认认真真做了八套卷子 我一套套的讲 他听得可认真了 该做的笔记一个没落下 走的时候还送我 甚至追出来送我药膏 我冷漠道谢 转身离开 呵 你以为我脸上的是巴掌印 不 这是道德绑架你的勋章 我不怕别人拿同情的眼神看我 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我心情好的不行 隐约间还能看到大红包在朝我招手 结果一出小区 就看到了等在路边的许白威 晦气 我收起笑 面无表情地往公交车站牌的方向走 他拦住我 局促地叫我一声 我不耐烦地看着他 欲越过他 小元 爸准备把你的户口牵回去 他一句话 成功惹怒了我 我猛地抬头死死盯着他 目光恨不得把他剐了 我记得当初那张亲子鉴定报告已经烧了 你们也别做多余的事 许白威眼里闪过丝受伤 可是小元 你一个人在外边多辛苦啊 回来吧 以后你的一切费用姐姐给你包了 你不用再辛苦给别人补课了 不需要许白威还想再说什么 可我不想听转身走了 他开着车跟在我后面 直到我回了学校 才回去 他好像有那个什么大病 吃错药了 说实话 我有点烦 许白威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困扰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都在学校门口等我 一连好几天 老师看我的眼神多有些变了 班主任更是私下里隐晦地问我是不是缺钱 许白威自以为是的真诚 却让人以为我被人包养 那天我没有固执地坐公交 我坐进了许白威的车里 他眼睛发亮地看着我 小元 你的房间姐姐已经收拾出来了 就在我隔壁 你搬回来吧 我打断他 你知道班主任今天问了我什么吗 他问我缺钱吗 全校都以为我被你包养 许白威 你满意了 他脸都白了 立马就要下车 我 我可以解释 我去和他们解释 解释有什么用 你能别再来找我吗 陪你们一家子 演家庭和睦 胸有低功 无辞子孝的戏码 挺没意思的 我说完一甩车门 下车离开 也不管许白威 做何感想 宋默这段时间 乖了很多 宋爸爸又给我转了五万 估计是校长打了招呼 让他多照顾我一点 不然哪能给这么多钱 许爸爸却说 全球踏普的高材生 给我女儿补课 才收这么点钱 还是我占便宜了 今天的课结束 我出了小区 没看到许白威的车 我松了口气 却没想到 来了的不速之客 秦千雪 秦千雪看到我忙 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 抬脚走了过来 小渊 今天辛苦了 这又是闹哪样 轮番上阵 我越过他 却被他拉住手腕 秦千雪眼神有些受伤 文渊 你别不理我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我被刺激的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下意识甩开他的手 嫌恶地说 收起你这套恶俗的把戏 再来找我 我就报警 他呆呆地看着我 像是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 我突然扶制心灵 开口问他 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你吧 他张了张嘴 像只被捏住脖子的鸭子 我真的恶心到了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给了你这样的错觉 总之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把秦千雪 圆圆甩在身后 我觉得他们都是要脸的人 被这么甩脸子 不至于再缠上来 可我高估他们了 第二天班主任 欲言欲止地 把我叫到办公室 说我妈妈来找我了 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在他审视的眼光下 沉默很久 他估计是没想到 我这个三好学生 会到处宣扬自己父母死了 于是我跟他说了全部 他叹息一声 摸摸我的头 问我怎么考虑 看来他也觉得 那个家不靠谱 那对夫妻更不靠谱 我说我已经保送 很快就要走 但我不希望他们知道 我保送的事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没说什么 让我回去好好看书 不知道班主任 跟他们说了什么 总之 他们没再来学校找我 但是却总是给我打电话 发微信让我回去 还一个劲地给我道歉 最可笑的就是许母 说他们看中了一套别墅 想买下来 正好我还没资产 所以打算寄到我的名下 怕我不相信 他们还打算去公正处公正 以及写自愿转让协议 你看 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我心目中 是个什么地位 但我懒得跟他们搅在一起 把他们全都拉黑并删除了 宋莫最近越来越认真 说要跟我考一个学校 我笑着说 那你要走的路还长得很 可他好像是认真的 他卸在了最爱的游戏 开始认真上学 死科语法和公事 成绩进步速度 堪称做了火箭 宋家父母欣喜若狂 宋爸爸又给我转了十万 但是被我拒绝了 我只收盖我的那部分 其他的我不要 宋爸爸叹息 说我要是他们儿子就好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他们应该是从校长那里 听说了我父母的事 怕我伤心难过 但是我不难过 我觉得很放松 这段时间秦千雪经常找我 每次都被我冷嘲热讽一番 估计是耐心告庆 也不缠着我了 每次都远远地看我 像个被人抛弃的小狗 我觉得很可笑 让我没想到 都是许阳也来找我了 他看起来憔悴了不少 放低姿态求我回去 说爸妈这段时间 沧桑了好多 妈更是在家里 每天一泪洗面 说对不起我 连带着对她 也冷淡了很多 可那关我什么事 当初说了不会回去 他们以为我说着玩的 我让她滚 高考那天 许家父母和许白威 都没去陪许阳考试 反而来我这里陪考 可我不需要 扔了笔走出考场时 我浑身轻松 阳光下18岁的少年 终于走出战场 迎来新的人生 过去的一切都该挥手道别 在许家人袭击的目光中 我走向我的班主任 这三年来 他真的在我身上 花了太多心血 班主任也激动地奔过来 问我考得怎么样 我说超简单 他就忍不住大声笑了 笑着笑着又差点哭出来 宋墨满头是汗地 从人群里挤出来 一双眼睛发光地看着我 我挑了挑眉 说 我的任务完成了 很快就要出国 以后没有我看着你 你可得努力啊 宋墨疯狂点头 那你等我 我会去找你的 许母瘦了好多 他走过来 小声地问我 要不要回家吃饭 他眼眶红红的 问得小心翼翼 像是生怕惹我不高兴 我拒绝了 跟着班主任 带着宋墨离开 看到马路边停着的车 宋爸爸 宋妈妈 站在车旁朝我们招手 我眼眶突然红了 我发现 我其实还是很向往 有父母亲人的生活 如果他们没有那么对我 哪怕稍微关心我几句 我们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我想要一个家 这个念头猛烈而汹涌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 才压下去 我想要一个家 可不是非得要一个家 我一个人 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突如其来的感性 让我自己都有些受不了 赶紧把翻涌的情绪 压了下去 出成绩那天 班主任就受不了了 他把我叫去他家 让我住下 说晚上一出成绩 就可以查 他能第一时间知道 班主任的老公 是个医生 十分温和 还有个上初中的儿子 也很可爱 出成绩时 我淡定地看他疯狂点窗口 他老公也握紧了拳头 看来是真的很紧张 可垃圾系统 一次次把他卡出来 好不容易点进去 却没查到我的成绩 他开心地看着我 看来失稳了 果然没一会儿 清华招生班给我打电话 说我考得还行 上了他们的录取分数线 问我要不要去他们学校 我婉拒了 北大爷打来了电话 话术差不多 我也婉拒了 过了好几天 我的分数才被放出来 732分 校长要的省状元 我做到了 班主任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 说我是他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 我这个成绩 他也能拿一笔不菲的奖金 当即大手一挥 左手带着我右手 带着上初中的儿子 去商场血战 他给我买了很多东西 加起来价格破三万 我实在不好意思 隐晦地说要把钱给他 班主任老公先开口了 你拿着吧 他这么高兴 能带出你这个省状元的学生 以后走哪都能吹一顿 可不能白吹 要收费的他笑着打去 我也不好继续推辞 校长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学校做宣传演讲 拍照纪念 去学校时又看到了许白威 他说恭喜你 我说谢谢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以后都不会再有交集 到了学校 校长给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准备 然后召集全校七千多名学生和老师 听我吹牛 我真的会谢 我拿起话筒 声音传得很远 站在学校门口的许白威 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我毫不避讳地说起我的身世 我的养父母出身普通 大概是从小就觉得对我有愧 所以把最好的都给了我 亲生父母虽然不喜欢我 但因为自小得到了很多爱 所以我从来不是的自卑怯懦的人 相反 同学们印象中的我 像来自强不息 积极阳光 我不怕别人拿一样的眼光看我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未来的路怎么走 我还说其实早在好几个月前 我就已经被国外名校录取 考省状元只是顺带的 这逼装得我通声舒畅 学弟学妹们在下边虚无 我笑着跟我的班主任和校长道谢 这三年来 他们真的为我做了很多 是值得尊敬的可爱的市长 校长一个五十多岁的秃头老男人 差点没当场表演个猛男落泪 但是班主任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 结束后我又去给宋莫补了几次课 很快就到了上学的日子 我终于要离开这里 离开那天 许家人都来了 听说许阳考的其实也很不错 是个一本大学 前途也很光明 他们来送我 我最后说了句话就离开了 我说 我以前想要的时候 你们吝啬于施舍我一分 现在我不想要也不需要了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 番外 我上大学期间 几乎不怎么注意国内的消息 繁忙的课业和社交压得我喘不过气 但每收获一点 那份疲惫便不值一提 两年后 宋莫高考结束 虽然高一摆烂了挺长时间 但高二高三玩命一样的学 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上了清华 他给我打电话 声音里带着哭腔 说他申请了我的学校 没申请下来 研究生我申请了top前三的学校 大学几年我攒了很多钱 再加上当年省状元的优异成绩 前前后后赚了几百万 所以现在我不差钱 就没申请免学费什么的 我想 机会应该留给需要的人 但是在我直播的时候 宋莫居然考入了我们学校 我震惊了 那天他把我叫到教学楼下的林荫小道旁 委屈巴巴地说自己这四年过得简直生不如死 为了申请到我们学校的研究生 他可是费了好大的劲 我们本来就认识 再加上关系还不错 所以一直走得很近 同学们都以为我们是情侣 我觉得 我应该也是喜欢他的吧 他一直追着我 好像每次我一回头都能看到他 终于 在一国他乡独自过年的那的除夕夜 我跟他表白了 表白这种事 总不能让人家女生来吧 宋莫 我没有别的男生那么浪漫 也不像他们那么会讨女孩子欢心 甚至我连自己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都不知道 但我愿意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你 不让你受一点伤害 从我初三那年起 我就一直都想有个家 我想了好多年了 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我认真地注视着他 看到他眼里闪烁起泪花来 他连连点头 扑进我怀里 跟我诉说这些年对我的思念 原来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 他便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爱着我 祈祷我身体健康 学业顺利 我愣住 眼底爆发出热烈的光芒 低头狠狠稳住他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文渊 这么好的姑娘 等了你这么多年 你要是敢不对他好 就活该你一辈子孤寡到死 番外许白威 我做错了一件事 所以这辈子都得不到原谅 我的弟弟刚出生就被人换走 我把一个假货当亲弟弟 疼了二十多年 自己的弟弟却懒得说一句话 文渊找回来那天 我觉得他就是贪图许家的钱 才回来的 所以我冷落他 我以为他会知难而退 知道血缘束缚不了我 也束缚不了爸妈 就会失去的离开 回到属于他的烂泥 如我所想 他离开了 离开钱 还了我们三千块 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想到 三年来 他除了在许家的吃住家里 竟没有给他一分钱 我想 就算爸妈再不喜欢他 起码温饱是不会亏待他的 我错了 他离开许家的那天 我挺后悔 真的 有点心疼他 一个人过得太不容易 我有想过把他找回来 可我也怕小杨伤心 小杨不像文渊 他从小被我们捧着长大 我又把他接回来的话 小杨会难过的 我挣扎了一下 打听了他所在的学校和班级 想以好心人的名义 资助他上学 但是他们班主任告诉我 文渊不需要 学校和政府给他的各种补助 足以让他顺利毕业 我们全家都以为文渊成绩很差 总是当着他的面 夸小杨成绩好 我觉得他那时候 心里一定在嘲笑我们 居然把许阳年级前50的成绩当宝 把他这神一样不可动摇的 全校第一当草 那年高考成绩出来 他考了省状元 我们才知道他有多优秀 爸爸妈妈都找过他 但是找不到 他们班主任说 他出国留学去了 我们才知道 他不仅考了省状元 还提前被世界 top的大学录取 可是我们错过了他 我们尝试联系他 但总是无疾而终 后来家里遭逢变故 许家的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时代浪潮中飘摇欲坠 险些破产 是他带来了很多资金 拯救了许氏 可我向来疼爱的好弟弟许阳 却毫不犹豫地收拾东西走了 他好像也没做错什么 他只是不愿与我们共患难 文元很厉害 几条政策下去 就稳住了许氏的现状 很快起死回生 但他却说 他之所以帮忙 是还生育之恩 可我知道 他就是善良 善良地让人心疼 明明我们那么对他 可他却还愿意帮忙 我恨死了自己 当年为什么没有去找他 但是一觉醒来 我发现我重生了 我欣喜若狂 一切都还来得及 但当我想起 我重生的时间节点后 就恨不得活活把自己抽死 然后第二天我发现 不止是我 爸爸妈妈好像也重生了 哭着说对不起文元 是啊 我们欠了他太多 这辈子根本还不完 我们想尽办法 想求得他的原谅 可他真的被我们伤透了 失望透顶 再也不肯原谅我们 不管我们怎么做 都弥补不了对他的亏欠 至于许阳 他上辈子做的事 伤透了我们全家的心 所以他高中一毕业 爸就把他的户口 迁了出去 收回了他手底下不少资产 给他置办了一套 八十平的房子 算是全了这段父子情义 我知道爸爸还是心软了 许阳不像文渊 他一点也不懂 怎么在社会上生存 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节制 很快就捉襟见肘 他开始卖自己的奢侈品 还有一辆走时开走的豪车 可他一个大少爷 哪里懂得人间疾苦 几千万买来的豪车 被人忽悠着 一千万不到就给卖了 平时一件衣服 最便宜的都好几万 区区几百万 哪里够他挥霍 不出所料的 他身上的钱 两三个月便被他挥霍一空 又转头朝家里要 可我们已经够对了起他 他上辈子 能不管家里的死活 一走了之 我们为什么还要养着他 我们言辞拒绝 并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没过几天 听说爸爸给他买的那套八十平的房子 也被他给卖了 那天爸爸在客厅抽着烟 沉默了好久 又过了一个多月 警察打电话过来 说许阳因为前跑去赌博 不仅被骗光了最后一点积蓄 欠下了巨额债务 还被人忽悠着开始吸地 警察抓到他时 因为吸地他整个人精神恍惚 说话更是胡言乱语 不知所云 虽然料想到许阳离开许家后 可能不会过得太好 可我也没想到 他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哪怕是稍微脚踏实地一点 他好好去上大学 将来也能过好自己的生活 可短短半年不到 他把自己折腾进了借低所 我们一家沉默了好久 上辈子好好养着许阳 许家一出事他就走了 这辈子不管他 他彻底烂在了烂泥里 过了几年文渊回国举行婚礼 是当年他补课的那女孩子 他们站在一起十分般配 从高中走到博士 从校服走到婚纱 我想起来上辈子 文渊也是娶了宋默 前世今生 他们都注定走到一起 而爸妈始终耿耿于怀 对不起文渊 他们将大半身家捐了出去 成立了基金会 并发布声明 希望每个医院看过好新生孩子 不要再发生偷换孩子的事情了 然后开始游走在各个偏远山村 帮助那些大山里念不起书的孩子上学 或是帮助被拐儿童 找到自己的家人 在一次意外中 两人遇到了大规模的儿童拐卖案件 他们小心折服许久 就出了很多孩子 可他们也身受重伤 爸爸死了 妈妈腿被打断 留下了终身残疾 我问他 后悔吗 他说 他帮那么多孩子找到了家人 他不后悔 他说 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爸爸的葬礼 文渊来了 不是作为儿子 仅是代表上面前来慰问 毕竟爸爸的死 就出了很多人 得到了上面的大力表彰和哀悼 他离开时 我问他 真的不回来吗 不管他想要什么 家里都能给他 可文渊摇头 走了 他终究放不下那些芥蒂 又或许他只是单纯的不在意了 我没敢问 往后一声 我经常看到他出现在各种新闻里 报道中 他活得光芒万丈 而现实生活里 我再也没能见过他 全文完 他不过是 asa.com